大家看看这个效果 两个人也没有两个问题了 非常稳 刚才我骑了一圈 它这个动力确实是比咱们之前瘦的那个要好很多 毕竟它这个功率在这摆着呢 500瓦的这个无刷电机是吧 而且最高速度呢 能达到28公里每小时 就跟咱们正常的这个电动车速度差不多了已经 这个鼓入呢 也是够大 骑下来非常舒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小律简陆 前段时间就给大家说过 咱们收了很多品类的这个高端好货 从今天开始咱们陆陆续续就更新一下 给大家看看 首先是这个成人用的电动滑板车 目前咱们赛售的呢 是9号的那个儿童滑板车 有些小伙伴问我有没有成人骑的 好 今天咱们就先安排一波这个成人用的这个电动滑板车 全部都是现货啊 这个箱子是很大的一个箱子 而且是非常重 体积是非常大 但是数量呢 是没有多少 大概300多台 楼上的过道也放了三拨板 这个成人滑板车 全部都是原箱原件的啊 这个盒子是非常大 然后重量呢 也是非常重 差不多有20公斤 然后箱子的话有一米长 一米多 这个箱子的尺寸 所以说这个发快递也是个问题 咱们先拿到库房里面 然后拆箱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食物 成品吧 咱们废话少说 先拆个箱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实拍视频呢 大家可能感觉不出来啊 这个收到食物以后 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箱子非常大 一米多长啊 然后组装的话是非常简单 因为里面是直接组装好的 大家收到货以后 拆箱 把这个滑板车拿出来 然后上几颗螺丝就搞定了 就是组装方法非常简单啊 咱们就是来个沉浸式开箱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全部都有这个泡沫包裹 然后这款成人电动滑板车呢 是出口亚马逊的 型号是X8 Pro 就是X8 Pro 是比较高端的一个型号 对标咱们国内的 像9号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 至少也要2K到3K之间的这个车子 下边直接卡上去就可以 因为它是可折叠设计 然后有一个接头 直接插上 沉浸式开箱 沉浸式锁装 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就只需要插上那个接头 然后把这个管直接插进去 它一共是有四颗螺丝 外边是有两颗 然后里面是有两颗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一共是四颗螺丝 里面是有这个螺丝刀 还有螺丝的 每一套这个配件都是齐选 包括充电器什么的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显示屏 底下是有一个按键 长按的话就是开机 每一台里面全部都有电 这个是直接让工厂直接复检了一遍 没有任何问题 包括这个锁转向灯 右转向灯 这个就比较高配了啊 之前咱们也收过这种成人用的电动滑板车 没有这个这么高级 这个还可以连接APP呢 一会咱们拿到办公室给大家试一下 大家就知道了 锁装好以后的效果呢 大概就是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把手这什么不一样呢 那个配件在那 所有的配件都是齐选的 大家收到货以后也不要着急扔这个箱子啊 避免落下什么东西 这个把手上面是有这个转向灯的 整个电动滑板车看起来就是素工 包括品质还有细节都是非常好的 前面还有这个ild灯 后边也有这个刹车灯 有尾灯 细节满满 一看也不是那种低端的东西 反正它对标的 是咱们国内2K到3K的这个成人电动滑板车 所以品质是非常高的 这个按键双击的话 是切换这个模式 有运动模式 还有普通模式 咱们把这个电动滑板车 去到办公室 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 它里面这些功能啊 首先是它可以连接APP 有一个专用的 就是手机APP 可以连接咱们手机 刚才我已经下台好了 这个X8pro这个就是 然后因为咱们收回来的这批电动滑板车呢 是出口的 出口亚马逊的嘛 然后这个APP打开是英语 但是可以在这个设置 锁上角这个设置按钮 然后里面有设置这个语言 可以设置这个简体中文 这样的话这个语言就改过来了 大家收到以后呢 直接可以设置一下 我先把这个手机的亮度调亮一些 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然后右上角的话 就是连接设备 点击一下 它会自动的搜索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 这个滑板车的一个显示屏啊 这个蓝牙一直在闪烁 是吧 直接点击一下这个连接 现在就连接成功了 它不会闪烁了 是吧 连接成功以后 咱们就直接可以看到这个剩余电量 然后目前这个电动滑板车 已经充满电了 现在是百分之百的电量 底下还可以查看 本次的这个行驶里程 还有行驶的耸里程 目前咱们这个是全新的 全部都是零 然后上面有一些选项 可以关锁 就是锁车 点一下的话 这个显示屏会闪烁这个红色的 这个灯光 这样的话就是锁车了 还有这个大灯 大家看一下这个反应速度哈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延迟 反应速度非常快 这个连接非常稳定 而且这个LD大灯的亮度非常高 咱们是实拍视频 大家看一下 很亮啊 然后点击一下关闭 这个档位也是可以通过APP里面去设置的 它一共是三个档位 节能档位 还有标准 包括运动 一共三个模式 这个可以另一的切换 还有一个高端的电动滑板车才带的功能 这个是定速巡航 大家一看这个标识 这个图标也是比较熟悉哈 它带这个巡航控制 咱们可以通过APP里面设置这个定速巡航 然后也可以就是骑着这个电动滑板车呢 保持一个速度 好像是三到五秒 它会自动的开启定速巡航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放咱们这个右手 不用一直按着这个油门了 还有这个刹车什么的 这个是前后双刹的 后边也有这个尾灯 很好看啊 这个尾灯 是这种闪烁的 晚上骑的话就是更加安全一些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轮胎 这个轮胎的话是十寸的 十心轮胎 不用充气 也不用害怕扎带什么的 这个是免充气的 前后都是这种十寸的 不是那种小的啊 咱们实拍视频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 然后刹车的话 后边是这种盘式的叠刹 这个只有一些高端的这种电动滑板车才会配备 这种盘刹 大家见过吗 而且这个刹车盘也是全部都有打孔 前面也是有刹车的 它是前后双刹 前面是电子的这个刹车 底下这个红色盖子这儿是充电的接口 可以给这个电动滑板车充电 充满以后可以盖住 这样的话就是防水了 整车的话是IPX5级防水 下雨天气的话也不用怕 然后上边还有这个零 车零的 这个车零的声音也是非常大 非常清脆 所以上边的话就是一个显示屏 还有一个按键 这个按键单按的话就是开启大灯 然后双击的话是切换这个模式 三个模式对应着是三个速度 最高的话可以28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28卖 这个速度在所有电动滑板车里面已经算比较快的速度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挂钩 可以挂点饮料什么的 挂点东西 它是配备了一个500瓦的无刷电机 我试测试了一下啊 刚才在库房里面骑了一圈 声音非常小 然后这边是可以直接掰一下 掰开以后可以折叠 折叠以后咱们就可以直接放到汽车后备箱 如果说去户外露营或者是外出游玩 是吧 就从后备箱拿出来 直接骑上就锁 就非常方便 这个最高可以骑35公里 就是续航也是比较久的啊 这个电池是36伏10安的电池 仿正还是那句话 这个电动车呢 对标的是咱们国内2K到3K的产品 咱们呢是800多收过来的 咱们现在去户外试一下 咱们现在来到户外 随便找了个公园 给大家试一下咱们新收过来这个成能电动滑板车 这个放到汽车后备箱呢 也不占什么地方 这个确实是适合出门 就是去户外游玩的时候 是吧 翻个电动滑板车 到时候骑着就能锁 买点东西什么的 还是非常方便 刚才骑过来的时候已经被围观了啊 本身这个保安不浪骑进来 不浪在公园里面骑车 但是一看咱们拍视频呢 然后一看咱们这个电动滑板车挺好 好了咱们进来了 现在开始给大家演示一下 骑起来是非常顺滑 一般的话不用把这个油膜夹到底 它这个动力是非常强劲的啊 就轻轻的按一下就直接锁起来了 而且这个声音是非常小的 它是500瓦的这个无刷电机 我这个兄弟差不多有160斤 骑起来也没有任何问题 停下来 停下来再上一个冷 咱们直接两个冷 两个冷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骑得动 好 现在咱们测试一下两个冷啊 两个冷加起来差不多有300多斤了吧 300多斤 这个需要往前蹬一下 然后再加油门 这个是非常安全的设计啊 就是不是直接加油门就锁 就是稍微蹬一下 然后再直接加油门 蹬一下的效果呢 就是相当于解锁了 大家看看这个效果 两个冷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非常稳 刚才我骑了一圈 它这个动力确实是比咱们之前 瘦的那个要好很多 毕竟它这个功率在这摆着呢 500瓦的这个无刷电机是吧 而且最高速度呢 能达到28公里每小时 就跟咱们正常的这个电动车 速度差不多了已经 这个鼓入呢也是够大 骑下来非常舒服 最后的话咱们就测试一下 咱们收过来这个电动滑板车 这个上坡的能力 那正好有个桥 有一个坡度是吧 咱们直接骑上这个滑板车 然后上个坡给大家看看 目前骑的这个兄弟呢 有160斤 非常稳啊 非常稳 这油门也是也就一半 刚才反正我测试的就是加一半 就很轻松的就上去了 好 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市面上一般要两三千块的这种电动滑板车 咱们800多收回来的这个值不值 前后双刹 后边还是这种磐式的叠刹 有这个定速巡航 可以连接手机APP 款中比较高端的一款电动滑板车 重点的是颜值也是够高 就拍视频的这么一会儿 有十多个人过来问了 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关注一下李小树简兆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